肖战 一定要用当红的明星 当时肖战还不是很火 片酬也比较低 再加上肖战本身就很符合唐三的人物形象 所以三少很快就定了他 现在肖战火了 斗罗大陆无疑锦上添花 援助的粉丝 再加上肖战的影响率 很快就成为今年的爆款 只能说唐家三少的眼光不错 选择肖战担任主角 按他的话来说 不仅片酬合理 确实也是唐三的最佳人选 更何况以肖战现在的人气 估计娱乐圈找不出第二个更合适的人选 很多粉丝在知道肖战被选做主角的原因后 都感觉有些许扎心 毕竟在粉丝眼里肖战就是无价的 没想到三少选择他的理由如此简单 不过大部分粉丝都是本着看热闹的心态 唐家三少果然不是一般人 就连选角的理由都这么清奇 昨天斗罗大陆终于在秧巴播出了 虽然只有短短一集 但对等待了将近一年的粉丝来说 这一集已是来之不易 肖战确实很适合古装剧 不管是之前的陈情令哦 我的皇帝陛下还是斗罗大陆 肖战都能灵活把握 唐家三少笔下的唐三 是一个很天真 很可爱的男孩子 肖战恰恰很擅长这个 肖战能把角色驾驭得非常完美 其实我觉得 唐家三少口中的片酬少 人又帅 不过是面对记者的玩笑话罢了 一部剧的选角最重要的就是符合人物形象 如果唐三是一个标形大汉的形象 就算肖战片酬再便宜 也不会选他 三少的眼光独到 他知道肖战的定位在哪 也知道自己笔下的唐三 适合给来出演 肖战虽然当时不是当红明星 但各个方面都很符合唐三的人物设定 所以选择他不是一时兴起 事实证明 肖战确实把唐三饰演得很好 昨天播出的剧集中观众给了肖战很高的评价 这应该跟片酬低没啥关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